女儿黑妹是个拥有20万粉的小主播 虽然每个月只有0.0003亿美刀的收入 但这也不妨碍她梦想着成为大网红 拍上蓝布基尼 住上豪华大别野 可努力多年 黑妹的事业始终没有起色 这天 黑妹来到超市购物 遇上了失散多年的好闺蜜大金毛 连人见面那是相当的开心 大金毛随即邀请黑妹 一起去参加朋友的聚会 黑妹也没多想就答应了 来到聚会现场 她向大金毛的朋友讲述了八岁时 她和大金毛的情谊 一群人那是相当羡慕 就邀请她隔天一起去露营 黑妹答应了 聚会结束后 她跑到野外 挖出了20年前和大金毛买下的闺蜜石光胶囊 隔天 她带着胶囊和大金毛等人 去原始森林露营 当她来到营地时 瞬间炸锅 老抽人二压 竟然是露营别墅的主人 在她八岁时 二压经常欺负她 就是因为她是黑人 二压总是让其他小朋友 不要和她玩 还要斩断她和大金毛的闺蜜情谊 小黑妹一怒之下 抄起铁锹 教对方做人 她在二压的脸上 留下了疤痕 自那以后 二压再也不敢欺负黑妹了 现在 二压已看到黑妹也来参加露营 那是相当生气 她先是埋怨大金毛 为啥要带她来 然后开始故意难为黑妹 更可恶的是 二压客厅墙上 挂着黑妹的抽象画 造型呲压咧嘴 十分凶残 而到了吃饭的时候 二压又开始作死 故意嘲讽黑妹 说她这些年 还是一脸倒霉样 根本没进步 其他人为了讨好二压 开始各种为难黑妹 把黑妹的发型和肤色 从头到脚喷了一遍 而大金毛为了保护黑妹 告诉所有人 黑妹有二十万粉丝 这下 二压等人更加焦张 说黑妹的二十万粉丝 肯定是假粉 要不就是小黑粉 反正没有正常人 黑妹听后 直接被气走了 她躲进浴缸 向粉丝们寻求安慰 大金毛见状 也赶来向黑妹 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毕竟两人从小就是好朋友 晚上睡觉时 二压来到了黑妹面前 是要和她重归一号 在握手时 二压抓着她的手 沿着脸上的伤口 伸进自己五米厚的脸皮中 黑妹瞬间从梦中惊醒 发现这只是个梦 她环顾四周 发现别墅里没有人 桌子上 有一张画着地图的纸 是大金毛留给她的 他们居然抛下她 去附近的小河露营了 虽然有些尴尬 可黑妹还是决定 去找朋友们 当倒好不容易按照地图 找到录音地时 却听到了二压 正在各种说她坏话 其他人也各种附和 唯独大金毛生气 和二压发生争执 几分钟后 朋友们提出 要去下方的水滩游泳 二压觉得有些累 并没有同行 看到大家都走了 黑妹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她走过来 向二压表达了真诚的道歉 可二压 却并不打算原谅她 按着她在水里 一阵摩擦 然后还抢走她的手机 让她拍一个视频 当着二十万粉丝的面 向自己道歉 黑妹才不干 于是二压直接拍下对方 留给自己的伤疤 准备上传到 黑妹的账号里 让她身败名列 眼看视频 就要上传成功 黑妹抄起一块石头 砸在二压头上 快速取消上传 随着黑妹眼神中满是杀气 整个人都有些水晶质了 她摘下二压脖子上的项链 戴在自己的脖子上 笑得十分一森恐怖 她把二压拖进森林深处 挖个空埋上土 采给她野花好上路 正当黑妹以为一切搞定时 同伴小瘸腿突然出现 黑妹只能躲得起来 小瘸腿看到地上的花圈 不但不害怕 还对着花圈叙叙 结果 则出了一个人头 黑妹眼瞅着 杀人买湿的事情要暴露了 当即跑了出来 吸引小瘸腿的注意力 小瘸腿拄着拐杖 对黑妹一顿调戏 结果 手一划 拐杖掉在了地上 黑妹赶忙捡取拐杖 要带着对方走人 小瘸腿低头一看 恰好看到了二压的头 这一下 小伙儿炸了锅 说黑妹是杀人凶手 连忙拄着拐杖 三爷子跑进树林 别看这哥们儿 瘸了条腿 跑得他妈还挺快 黑妹在后面猛追 向对方解释杀人的原因 成功把小瘸腿 追到了悬崖边 小伙儿举起拐杖 别过来 黑妹向他解释 自己没想杀人 正当两人对峙时 另一个伙伴赶来 小瘸腿想大声求救 黑妹猛用力 把对方推下悬崖 然后躲在石头后面 防止被同伴发现 晚上 黑妹回到别墅附近 发现只有同伴小刘海在家 她举起一根树枝 故意划破手臂 冲进别墅求救 在小刘海的帮助下 包在了伤口 小刘海说 二压一直策划 找机会报复她 一听这话 黑妹眼中瞬间充满震惊 此刻 她本来因为杀害二压 而内疚的心 突然不再内疚了 黑妹站起身 质问小刘海 二压报复她的方法 小刘海发现说错了话 立马站起身走人 黑妹不让她走 结果猛地一推 把小刘海推进浴缸 小刘海头发被卡进排水孔 一口气没上来 淹死在了浴缸里 经过这一番操作 黑妹彻底陷入了疯狂 她决定逃离别墅 找警局 投案自首 结果在去警局的路上 恰好遇到了同伴小辫子 小辫子上车后 对她一顿抱怨 说所有人都消失不见了 还把自己扔在了森林里 话音刚落 小辫子发现 黑妹开车的方向不是别墅 而是去另一个地方 小辫子认为 黑妹肯定干了坏事 才仓皇逃离别墅 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瞬间点燃了黑妹的杀心 只见黑妹一脸杀气 锁死车门 油门踩到底 车速迅速飙到140 小辫子吓得一脸蒙圈 想卸上安全带 却发现安全带坏了 结果这傻女人 开始对黑妹一阵威胁 你要是再不停车 我就弄死你这个死铺 黑妹一听 小辫子的要求还挺多 于是松开油门 瞬间踩此刹车 等黑妹再次抬起头时 小辫子已经消失不见 挡风玻璃破了个大洞 小辫子飞到了六米开外 躺在地上瑟瑟发抖 黑妹来到小辫子面前 对她一阵道歉 然后一脚油门 送小辫子去了西天 此时 黑妹彻底放弃了自首的想法 她认为 这群同伴中 除了闺蜜大金毛 其他人都是坏人 她必须返回别墅 和大金毛重聚 找回当年失去的闺蜜情 而另一边 二牙却活了过来 原来她只是被打晕了而已 二牙挖开泥土 摸了摸替灵盖 发现脑袋被开了瓢 她气得那首哇哇大叫 发誓要杀了黑妹 替自己报仇 二牙在地上一阵猛爬 寻找能求救的东西 结果 还真找到了个手机 她打开手机电筒 看向四周 却看到了 被摔成喳喳的拐棍小哥 她认为 这肯定是黑妹干的好事 当即拨通报警电话 说自己被杀人犯攻击了 让警察赶紧来支援 随即 二牙放下电话 开始爬向别墅 与此同时 黑妹返回别墅 坐在客厅里 看着墙上的抽象画 画突然开口说话 说她杀了二牙等人没错 但她必须学会自报 不然就会坐牢 得到画的提醒后 她拿起手机 猛砸额头和鼻子 弄得全脸是伤 她打开直播账号 告诉粉丝 她被二牙攻击了 希望粉丝赶紧报警救她 话音刚落 她就痛得晕了过去 等黑妹再次醒来时 发现大金毛 在帮她处理伤口 她告诉大金毛 二牙疯了 杀了好几个人 大金毛信了她的鬼话 去握手给她拿被子 结果却在床下 发现了小刘海的尸体 大金毛有些发怵 再次找到黑妹 发现黑妹脖子上 带着二牙的项链 大金毛瞬间明白了一切 知道是黑妹杀了二牙等人 开始对她一阵谴责 黑妹很委屈 说二牙等人合伙欺负她 她只是正当防卫 但大金毛根本不信她的鬼话 说黑妹是个杀人狂 还当着她的面 烧了童年闺蜜胶囊 黑妹一看大金毛 烧了两人的感情基础 当即杀起纵横 一个飞扑摁倒了大金毛 砸晕了她 等大金毛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 头发还被弄成了红色 此刻的黑妹已经彻底癫狂 她拿出两人小时候的视频 强迫大金毛一起怀念过去 大金毛意识到 对方已经无药可救 她趁着黑妹不注意 悄悄解开绳索 突然抱起 和黑妹展开了肉搏 没想到 大金毛也是一个战斗小能手 抱着黑妹在地上 一阵摩擦 只见她腰这么猛一用力 就把黑妹按在了桌子上 大耳瓜子 轮着黑妹一顿胡闪 打出了几万吨的伤害 黑妹受到暴击后 瞬间失去战斗力 眼看就要没气了 这时二牙赶来 抄起拐棍 咋用了大金毛 按着对方一顿输出 送大金毛投了胎 等二牙冷静下来一看 发现自己只看头发 杀错人了 于是二牙再次举起拐棍 瞄准失去战斗力的黑妹 正当黑妹以为 自己想偷该死 警察赶来 一枪崩了二牙 没想到 警察把黑妹当成了受害者 还把她送进了医院 六个月后 黑妹康复出院 她被二牙追杀的事情 成了当时的热点新闻 很多人同情黑妹 纷纷成为了她的粉丝 只有几天时间 她的粉丝就突破了一千万 而她在直播间交粉丝 要热爱和平 不要伤害别人 不然的话 自己的内心会不安宁 不得不说 黑妹这妹子 不仅长得黑 心更黑 从此 黑妹过上了天天直播 忽有粉丝打赏的快乐生活 故事结束 看了影片后 纷纷昧觉的吧 欺负人得有个度 不然的话 肯定会遭到反噬 影片中 黑妹儿时因为被欺负 攻击二牙 导致对方破相 后面的日子里 黑妹对这事 一直很自责 结果当黑妹和二牙 再次见面时 二牙仍旧各种欺负她 此举再次点燃了 黑妹内心的怒火 一口气杀到了 MVP 而这件事情发生的 根本原因 就是人心中的那股怨气 假设二牙当年 没有欺负黑妹 一切也就不会发生 也只能用一句古话 来描述倒霉的二牙 那就是 福祸无门 就有自取 自作自受